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时钟我们要再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更期待我们的朋友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 灿烂时光会客室支持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因为媒体能不能够真正的独立 其实都是靠的是公众的支持跟捐款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在台湾应该已经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是有关于选举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只要谈选举而是要谈选举保证金 我想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你要参选 除了你必须要有这个年龄的限制之外 或者是你有一些热情或是派系的支持 或是有民众的支持之外 另外一个在台湾选举可能跟其他国家比起 比起其他国家比较不一样更严格的地方就是 我们的选举保证金就是不管你是要选总统 或是要选议员你必须要先缴纳一笔钱 那如果你的得票数没有到达一定的比例 这一笔钱可能还会被没收 所以当然很多人觉得说 这是一个维持选举应该要有的秩序 或者是选举应该要有的一些基本的条件 但是从过去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提到 这将会去影响到所谓的小民众 一般的民众 或者是我们看到一般的社会大众 想要参政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就因为钱而被阻碍了 好 接下来再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不过在介绍来宾之前 其实你等一下在录影的时候 会看到我们节目 就会可能听到这个下雨的声音 因为说实在我们这个环境并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大家可能要多多的支持我们 然后让我们可以有比较好的设备跟环境 好 这虽然是开玩笑 但也不是开玩笑 我是认真讲的 好 那我们今天有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江敏龙 敏龙你好 好 管老师好 然后会客室的大家好 敏龙是这个小民参政 欧巴桑联盟的召集人 另外一位来宾是周宇修 周律师你好 老师好 各位大家好 周宇修是这个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长 那我会请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讨论 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你们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 就一起召开一场记者会 可不可以先请敏龙来告诉我们 这个记者会你们到底的主张跟诉求是什么 好 那7月11号 其实我们有开了一场记者会 那主题是直指中选会 我们想要直问中选会 是想要直接问中选会 就是说这个中选会 其实这个保证金过高 其实是造成这个金权政治的现象 是中选会贤贫爱富 到底选举是一场民主的活动 还是他是一个金权的游戏 那其实我们就是希望中选会 他可以提出说明 因为其实这个保证金的制度 是从戒严时期1980年就开始一直沿用到现在 那我们认为在现在的民主政治的环境改变下 他应该要能够更积极的被提出来讨论 因为已经是有蛮多的案例 待会或许后面周律师可以再补充 其实有非常多人提出对这个质疑 甚至是这个就是立法院这边也有提出来做讨论 那在今年的5月也有相关召开相关的公平会 我们希望就是他可以更积极的 为这个台湾金权政治的这个环境 就是做把关 对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中央就是在制定这些选举政策 很重要的单位 对 你们其实今年跟在2018年都有参与选举 对 所以我们到时候 我们之后再请你来稍微跟我们聊一下 在参与选举的过程当中 这些保证金制度 到底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台湾的保证金制度 大概已经在这个社会讨论 大概有20年以上的历史 然后每个一阵子 特别是在选举之前 都会有人提出一些主张跟看法 我想请教周律师就是当时为什么 你也会愿意来参加这一场记者会 从人权的角度来讲 这个跟这样的一个保证金制度 对我们的人民的参政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我跟那个小盟合作 其实是从上一次的选举就开始 就2018年 对因为他们当时就是有两位候选人 一个是在北部一个是在南部 其实就是募款的状况不是那么的顺利 所以没有办法去支付那个20万的10亿元的保证金 然后后来我们就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其实想要跟这个选民去沟通我的理念 就已经花掉我很多的经历了 结果我竟然还要再去募一个 其实有点像押金的东西 那就变成说真的想要 而且这个押金真的是押金 因为它会没收的 对它是会没收的 就是你有可能真的是拿不回来的 那就变成说我这么的想要去跟民众去沟通我的理念 结果必须还要去处理一些可能不需要处理的事情 实质上就造成了一个参政上的阻碍 这个会扣回刚刚敏隆讲到就是说 我们的选举到底是真的能够实现众人平等的想法 还是说对不起其实你还是要 口袋里面要有一些资本 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要跟我出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你就会看到我们当然会觉得一个选举 我们也不可能让想要选的人就出来选 因为就跟我们去那个商店买东西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太多的选择跟没有选择是一样的 那就更遑论说可能有些人出来选举 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为了选举 只是为了知名度 所以要怎么样的去透过某些机制 去找出真的有意愿参选 而且真的能够去表达他理念的候选人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才会看到的就是用保证金 来当作一个筛选的机制 会有他的问题存在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你不用跟我说你有多么想要跟选民沟通 第二个就是说 显然是你的资本比较充足的时候 你其实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门槛 它会直接变成一个阶级的象征 所以对你来讲 你不反对选举是有一定程度的门槛 可是这个门槛它不一定是所谓的保证金 这样的一个资格 对吧 我们其实在过去台湾的选举历史来看的话 我们挑战过很多对于候选人资格限制的问题 例如说最早就是那个姓林子留侠 因为以前规定说我要选市长市议员 我就是要国中或高中毕业 那后来大家就发现有学历的门槛 对学历门槛其实它实质意义没有那么大 而且你会实质去杯葛到一些在当年没有办法好好就学的人 这会不会导致很多人在选举之前 他选举之前或参政的时候 他的学历就突然间变得很厉害的原因 对就是变成说大家好像还是要需要有一个学历 就是那个观念上面 但是实质上面这个人的学历高低 跟他的所谓的治理的能力是没有必然的关系嘛 对所以变成说我们慢慢的就把这个学经历限制 在这样子的运动里面拿掉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大概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也有人是主张说 我如果有学生身份在当年的选爸爸是不能参选的 那有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学生只要有学生身份就不能参选 我们现在都很鼓励大家去工作的时候啊 在职进修啊 然后呢也是回去写论文嘛 那结果你说有学生身份就不能参选 那某程度也是推定说 对学生来讲学生就是不适合去做这些事情 学生就是做学生该做的事 那这样反而会变成我是候选人 我其实就会有某些族群是无法成为候选人的 那他的代表性可能就会有些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学生参选的限制 或者刚刚谈到学历的限制也都废除了吗 对现在都废除了 所以只要经过一定的努力 这个还是有可能去改变 所以这个保证金制度也不是说 它一定非要保证金制度不可 那不过我们还是要回来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保证金的制度 那在台湾的在选举当中 这个法律是怎么规定保证金的制度 那在不同的层级的选举里头 保证金的金额数额有什么不同吗 嗯 在这个就是现在的规定是 他保证金的依据 等一下律师也可以补充 就是他其实是为了防止腐烂残选 造成社会成本 那这个我其实 我们都蛮能够理解的 那只是说是不是可以去讨论 就是那个保证金订出来的 那个金额的依据 甚至是可不可以符合我们现在的 就是真的大部分参选要参选的人 他的真的是可以拿得出来的费用 在现在的市议员 市议员是20万 保证金是20万 那如果是市长的话 其实是200万 但是150万 现在改为150万下修了 是在4月的时候下修了50万 但是他也没有说明说到底为什么先调了市长 所以这个20万或是这个200万 或是可能1000万的依据是什么 都不知道都不清楚 那就一直是知道说是从好几十年前 就是一直沿用下来的一个制度 对 那这个我们理解 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记者会上 我们也有提出 其实我们现在39岁以下的青年的存款 其实是不到13万元的 对 那其实这20万 其实就会造成蛮大的负担 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压力 但是我还是要回到周律师的部分 就是那为什么是20万 为什么是100万 为什么是200万 为什么是1000万 这他的逻辑是什么 这个从有这个数字开始 其实我们招待到 就是一团谜就对了 对 就是一个谜 因为有些是法律规定 例如说那个总统选举的保证金 他就是法律名文规定写100万 但是像 对 像那个直辖市长 像议员 像里长 他其实是中选会的公告 所以他的法源还不一样 对 甚至可能没有法源是吗 有法源 就是权霸法有授权中选会 去定一个数字出来 那中选会其实过去的大概二十几 二三十年来 其实是没有调动过任何数字的 那是直到刚刚没有讲到 所以他也不会随着什么 大家薪资啊 或是物价指示物去做一些调整 这也都没有 这甚至变成说我们诉讼的时候 他反过来讲就是说 你看现在物价那么高 我三十年没有调 他实质上已经降低了 感觉我都没有涨价的意思 然后 所以是一个德政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实质上就是下降了 你们不要再这么计较了 而且在行政诉讼里面 他还有回应我们 就是说 其实你们参选的金额这么高 二十万也不够占你们里面的一个小臂力 对 但是我们提出说 但是对我们一般的小民的参选 一般的普通背景的人参选 那二十万其实是蛮大的压力 对 所以不能够这样子相比 OK 米農刚刚也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已经很习惯觉得 选举就是要花大钱 对 但是我们的看法就是说 就是因为选举要花大钱 所以导致台湾的很多这种政商关系 或者是一些选政治人物跟选民的关系 它会产生一些比较不良的影响 因为我一定 我如果要选举 我变成现在大概很多人 就会去找金主 就要有大额的募款 这样比较快嘛 可是就会变成 你某程度就要去回应你的金主 他可能会对你有一些要求 可是其实投你票的人是民种 就变成是 虽然我把票投给你 但是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其实你比较考虑的是那个 当年捐钱给你的那些人 那我觉得这样某程度 其实就把选举这件事情 扭曲成一个捐款大赛 其实这蛮有趣的 就是说这个人的 这个 他的能不能当选 或是能不能参选的 这个所谓的权利的来源 一部分是透过选举的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一种权利来源 可是另外一个可能比较虚拟 但是是重要的权利来源是 他到底有没有人拿钱支持你 有没有人donate你 所以他其实就会出现 刚刚说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去 倾向这个所谓的支持他的人 但是他其实就容易出现某种的拉扯 或者到底我在做决定的时候 我要考虑的是民意呢 还是我要考虑的是 赞助者的这个利益 他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冲突嘛 对 OK 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上 其实想象其实是很多元的 包含说 我国内一直也有在研究说 有没有可能比照某些国家去做公费选举 就是你所有的竞选经费 基本上就是国家就先出啦 那我 但是我就是给你这些钱 然后那这些钱你就是这样用 那他去避免说 在选举的时候 有些比较有资本的人 他去做很多很多的花费 我们其实在选办法是有规定 每个候选人他在做竞选经费的时候 支出是有上限的 对 而且那个上限 其实都是比较 不是真的会在 不可能是不超过 大家去看就会觉得这个账做得很漂亮 所以我们就讲到这边就好了 他只是一个规范 但他不是一个说真的会去罚责或什么的 对 那如果你超过那个限制 他只有告诉你说 那你不能报税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 拿到很高金额赞助的钱 其实他不能报税对我影响 实质上不大 OK 是报税的问题 对所以像刚刚有些律师提到的那个公费选举 他其实是可以有一个规范 因为他你就必须要在这样子的金额范围内 然后去做这一场选举的活动 待会如果我们有时间 我们可以持续来谈公费选举 不过我要回到一个在现实的状况 就是你们2018年也出来选的 那今年又出来选 然后2018年其实参选的时候也有缴保证金嘛 那今年你们要去登记的时候 可能也会去缴保证金 所以缴保证金对我们来讲 他不是绝对的困难 就是你们还是可以缴得出来啊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好的 刚刚谈到是占整个比例的部分 就是另外一个回到一个实质的状况 就是你们在选举的时候 到底要花什么钱 到底要花多少钱 哪些钱是必要花的 那为什么他占的比例是很高 因为对很多来讲20万其实是很低的 嗯嗯嗯嗯好 20万对小欧盟的所有参选 我觉得一般所有的参选都是会是蛮高的 你参选的金额你必须要花20万以外 你还有要所有要支付 所有的文宣看板费用 这是最吃紧的 那都还不算所有人力费用 那其实在所有的 在小欧盟里面 我们大部分都是志工性质 因为我们有对新政治 我们很希望以后的政治不要再是这种的局势 就是都要花大钱 然后我们都要去请托 我们要去呃就是呃呃呃人脉 对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没有支出所谓的人力费用 所以其实在监察院看得到 我们的支出里面是没有人力费用 最多的就是文宣看板 好那文宣看板是这样的 如果在市区看到一面啊 就是小面的基本上 再加上广费要三五万 那不含吊车出来一台要六千到八千 对那如果你想一下就是在你的选区里面 我们想一下 我们一般看到候选人看板都有几面 十面好了 对然后再再算乘以至少半年的期间 这个上百万他绝对是跑不掉的 对所以那小欧盟的参选人 平均我们2018就有出来参选 我们其实当时用了很多创意的方式 因为我们先有了一个天花瓣 就是我们出来参选就是希望不要再用这种选举 制造非常多的选举垃圾 浮烂选举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用创意去想了很多的方法 自己做手工做募款物 然后去募款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的选举背心 我们都自己用车的 然后我们自己手绘看板 用这样的方式去打一场选举 那我们的当时的最高的票率是台北的刘欣怡 他是新装的无辜太理的候选人 那他当时扣掉不算保证金的话 他大概花了不到20万元 对然后他其实是落选头 就是他再差1000多票就可以当选 所以其实在2018名的经验是让我们觉得说 其实想办法是有可能的 就是我们不要用这么高的费用去选是有可能的 所以对你们来讲 你们就是普通人残权 你们没有 虽然你们可能是一个政治团 但是不像我们还台湾的一些主流的政党 他们事实上有比较多的金钱 可以上来做你们的支持 所以你们会希望说 我是一个普通人的选举 那我在选举的时候能够花的钱不多了 那但是这个20万虽然看起来不多 对特别对很多人来讲看起来不多 但是占你们的比例是非常高 所以因为你们能够花的钱不多 然后再加上20万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对我们其他的候选人平均都花差不多5万块 所以20万等于就是我们的选务经费里面的4倍了 对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难怪很难选上 因为 挂在看板不够多 我们刚刚在那个rehearsal的时候就有聊到说 现在可能光是一个市议员的初选 可能竞选经费就可以花到6位数甚至7位数 只是初选而已 那你就跟黄论说真的开始起跑的时候 被砸到多少钱 ok 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所谓的负者越负贫者越贫 然后甚至是某种恶性循环的这一种 对会照恶性循环的状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来讨论 刚刚谈到的是我们看到 选举保证金对于现实在 参选者的一些困扰 以及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 可是刚刚两位来宾也都提到说 他不反对有一些门槛 那甚至保证金也不是完全不行 那可以怎么做 其他国家怎么做 那除了保证金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解决 这些问题呢 那没有门槛真的是一个好的吗 或是有门槛真的是一定也是好 或是不好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 我说这是周董一般的 参选的买款 可能像普通的少年人 或是老老人 不可能就去睡前拿出二十万 对这事情已经很大 法官的刺激 年代就要宣计 残酸人一直休息 一十七期间 冯孝婚的经验来看 为止空一半年 冬三之后 每年资产新部 存款没有一年超过一十万 今年他没有多年成分残酸 他这可能会不会出保证金的问题 那跟我有许多同样类似背景的 年轻的地方议员 可能一直到前阵子 才刚还完上一次选举 自己所去借贷的贷款 台湾的选计保证金 市医院是一十万 官计官是一十万 对比香港区议会计管的 选计保证金是新台票 一万一千五百块 日本市区议会计管是 差不多新台票六百六千 六百九十块 台湾民宣官出贷 所以已经在7月1日到 司法院到申请書 申请台法官设计 任命定位保证金 新会官就是 周董人民参政的评款 我们没有看到就是二十万元的依据 既不是用最低薪资 也不是用总体的这个参选的费用上限 来做比例 对于有钱人来说二十万元的确就是 九牛一毛 可是对于素人及青年的参选 却是阻碍跟负担 你作为一个独立机关 你的主要职责是要确保选举的公平性 你要积极的去想一下 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 你可以怎么样创造一个更大的公平性 欧巴桑人民批评 除了参选总统副总统的保证金 有发入规定以外 其他国际保证人的保证金 都是中参会决定 所以要求中参会 全法检查三期保证金 进行制定合理性 提出具体的设定预估 现在综合报道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 会客室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忠祥 参选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进入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很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报导 做更好的报导 做更深入的访问 一起来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聊 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跟台湾的民主政治 有非常大的关联 就是选举保证金的制度 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 两位来宾一位是江敏 敏龙你好 方老师好 另外一位是周宇修 周律师 周律师好 老师好 非常谢谢两位的来宾 来在上一段跟我们谈到 这个选举保证金制度 在实务上面 所造成的影响 不过我想要回到一个 很基本的问题 就是选举保证金制度 其实你们也不是完全反对 或是也觉得这个选举 它本身要有一定的 程度的门槛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 完全没有门槛 这当然也是一个 可以讨论的议题 只不过选举保证金的制度 目的大家看到说 就是他希望能够去维持 某种的选举品质 然后不要让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没有准备的人 或者是自我宣传的人 或者是来乱的人 他就来这里选举 那这其实会跟所谓的 国家资源社会秩序是有关 另外一方面 其实选举也会用到很多的公共资源 例如说我们要印选票 我们要印选举公报 我们要准备开票所 那从使用者付费的角度 因为你们是参选 原本能强迫你们出来选 那你们是负担这些应有的国家成本 应有的国家的支出 应有的公共支出 这有什么不对吗 我们自己在想这一题 比较不是用使用者付费来想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在做一个公职的 参选公职的工作 对那我们认为说 其实我们的整个国家应该是让这些 愿意从事公共事务的政治工作者 他有一个比较合理 而且比较平权的参政环境 他可以更放心有抑郁吗 那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 那个为什么你要直指中选会 因为其实他是在做制定 这些所有选举政策的人 那保证金他不仅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门槛的开始 也造成这个不平权的开始 因为他不只是从选的时候 20万元就很高了 那到后面大家要再来做这些宣传 又要更多的费用 造成这些金权的问题 对那我们希望的是 希望可以想像的不是说 我们好像是使用者付费概念 而是我们可以让这些更青年 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他们可以经营的是政策 而不是要去经营这些募款的人脉 那让整个公共参选 这是台湾的民主政治环境 他是可以更健康一定 对 也许有可能会觉得说 你们出来选有没有人拿着枪 强迫你出来选 是你们自己要出来选的 你们用的是公共的资源 国家的资源 我们还要帮你准备那么多东西 然后要帮你去实践理想 那出一点钱或是基本的这种门槛 有什么不可以吗 其实选举确实在很多资源上 它确实是用大家的钱 就是包括刚刚老师讲到 就是他会需要印选票 印选举公报 甚至要找那个电视台来办公办证件发表会 对 这确实都是公共资源的使用 但我们我想我们在谈这个 怎么样成为被选举人 就是怎么样成为候选人这件事情 我某程度来讲 其实它就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看的问题应该比较像是说 哪些人在资源分配上 我们觉得他会比较适合的去分配到这个资源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一直觉得 这个在参政权这件事情 其实对用法律或任何的方法 给参政权做限制 不论是投票或者是成为候选人 它其实都应该要是一个相对例外的状态 因为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讲 最现实的事情就是 你只要不能投票 你就没有人要理你 然后你的任何的需求都很难成为这个国家的政策 所以像我们最近那个监改的联盟 他们就在讨论说 今年是不是可以去争取 让受刑人可以回去投票 因为以前就是不起嘛 他就是说要 因为他就是说叫你要回到你本来的地方去投 可是怎么可能我那天就大开监狱的门 让大家去投 在实物上面是困难的 是困难的 可是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说 那试问哪个候选人会去思考一个 对监狱比较有意义的政策 反正大家就是 就是你们都觉得你们不会犯罪嘛 那里面的人都关到死啊 被欺负啊 然后呢 完全失去教化的能力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选举权这件事情 本来就在给他限制就是例外 那至于成为候选人呢 我个人会觉得就是 候选人其实他背后都会代表某些的团体 或某些的价值 所以我们刚讨论的可能是像刘霞 他的想法就是说 你不要跟我讲 你支持身心障碍者 你就是要有一个身心障碍者 坐在国会里面 他才真的有办法 帮身心障碍者讲话 所以同样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如果去做一些资格的限制 结果我们最后导致的是 某些族群的人 根本就不能够进入 异式的殿堂的时候 那这个被代言的 比率的完整性 其实就会下降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可能没办法完全的去谈说 反正你出来就是要付钱 因为要付钱这件事情 他本质上就有可能会对一些族群 就是会让他没有办法 去加入这个游戏里面 这蛮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常在选举上面看到很多人说 我是小市民的代言人 但其实可以不用他来代言 就小市民如果能够进入到议会 进入到国会 他就是本身就是小市民 或者说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叫做 不满基本薪资的代言人 就是不满基本薪资的人 他可能没有到2万多的这个基本薪资 然后都要别人代言 他代言之后他可能每次在 相关的这个劳工权益上 他可能就不见了 可是不满基本薪资的人 如果他能够进入到议会 进入到国会 他说不定就可以自己讲话 但是因为这个保证金的制度 使得他不可能 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这个候选人 对 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面了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20万 如果依照现在来说 我们是认为是过高的 是可以讨论就是 我们试着在想 是不是能够依据最低薪资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知道20万 他到底怎么定 反正就是威权时代政府说了算 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那其他国家的保证金的制度 的做法是什么 例如说你刚刚一直谈到说 要依照这个薪资 或是依照这个所得 或者依照什么样的依据 那其他国家的保证金 也像台湾到20万 甚至到100万 上百万的这样一个金额吗 那其他国家的保证金 会像我们一样会没收吗 他们的做法是什么 其实像德国跟法国 他们现在都已经废除保证金了 对那他们认为就是违反 就是宪法最基本的 人人都有参政平权的权利 对那在纽西兰的话 他们的保证金是9000元 我们再讲同样的市议会 市议员的层次 9000元台币 9000元台币 对但他们的 他们的最低工资是 65000元台币 对那 所以他其实最低的工资比例是很低的 是 所以如果用65000元跟9000元来比的话 大概他就是0.1倍 那香港的话他是12000元 对那他的最低基本工资是24000元 对跟我们比较相近 那澳洲的话是23000元 那英国是26000元 那比较高的话大概就是日本 就是8万元 他们有指定区域的市议员 跟不指定区域的 可是你用他的最低基本公司 13000元来看 就是大概刚刚说下来都大概是0.1倍到2倍 所以我们自己在提出这个解放 我们也是很希望可不可以用我们 现在的最低薪资 23000元能够去算至少是一倍的钱 或者是能够是一半的费用 对能够比较平权的参政 那至于说就是保证金他订定的依据 他是说不要就是腐烂餐权 不要说来乱的 可是事实上以我们现在的案例来看 不会嘛 就是有什么柴神啊 有蜂蜜柠檬啊 有什么crazy Friday 那大家是focus在他的政见吗 或是他真的有实际上在地方累积这些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并没有嘛 就很多时候是做个人的品牌 或者是他们在拱固家族的利益 所以即便现在有这个保证金 他也是无法达到这个作用 人们的利益啊 所以除了保证金制度之外 刚刚谈到的保证金制度 你们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明确的标准 然后这个明确的标准 应该是按照我们的基本薪资 那他作为一个思考的起点 那可能是差不多或是更低的概念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 他如果合理或者是一个低到一种程度合理 那是没有问题 可是在现实上面 不管高跟低 都不会阻挡所谓的浮烂参选的问题 可是除了这种保证金之外 有什么其他方法 就刚刚雨萱有提到说 不一定要保证金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来 做某种的门槛跟限制呢 各个国家我们比较常看到的 就是透过公民联署的放食 就很像我们现在做公民投票一样 那其实台湾的选举 透过联署的方式取得候选人身份 大家其实也算相对熟悉 因为我们的总统选举就是这个样子 总统选举一部分是政党体力 一部分是公民的联署 他当时设计的时候 当然出发点也是说 因为总统的出来选的门槛 如果只看宪法 他就只有一个 就是年满40岁 所以你如果只有这个门槛的话 确实有可能变成说 大家今天开心就去中选会登记 然后搞到最后 一千人出来选总统 搞不好五万 因为40岁以上 五万这选票很难印 对那个选票 然后公办证件发表会办一个月 就是你听完已经忘记第一个人讲什么 没错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总统选举是设计的门槛 就像刚刚老师讲 第一个就是政党推荐 可是那个政党他也不是说 我只要今天去内政部登记成政党就可以 他是要前一年的全国性的选举的得票率 要到百分之五以上 所以以2024来讲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有四个政党 是可以用这个 approach去推候选人 所以他当时才会设计公民连署 因为他觉得说 你如果变成说 只有这样这个等级的政党 才能够推候选 结果你没有政党就可以随便出来选 他觉得也不好 可是他也知道说 你不能只要求钱 所以他才会设计说 要有一个联署制度来处理 所以我们其实对联署制度 不会不陌生 我们当时就有建议 就是说 那是不是我们这边的保证金 要么就不收 要么就调降 但是我们就 在这个部分 我们用联署的方式去做取代 那联署当然以主管机关来讲 他们就也会有他们在意的事情 例如说 联署会造成比较多的行政成本 因为他就要一个一个去检查说 你是不是代替人家签名 就之前那个公投联署 就被人家发现 就已经过世了 还可以出来联署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主要就是联署会造成的一些成本的问题 我们其实对这个东西的看法都是 要看你的联署要怎么去做制度设计 因为台湾过去 在设计联署的时候 以总统大权 我们常常听到的是 他觉得时间太赶 因为他好像是压缩在几个礼拜之内 所以你超过的话 就不能算 可是其实 我觉得选举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就好像 我们其实 小欧盟是 2018的时候就已经在选 然后我过了四年之后 我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的去跟 选民做沟通 那这段时间其实大家都是有在耕耘的 可是我们的制度变成是 说 你只能拿 最近两个礼拜的 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 还是有一点鸟笼的感觉 这边会是有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 你如果那个 联署的 要求的联署人数太多 其实你 反而会 让这个联署失去意义 一方面是 门槛太高了人家不要来 二方面是 门槛太高 其实就会 让很多人 有那个作假的誘引 因为我其实凑不到那么多 但我还是想选 那所以 怎么样去决定 那个 联署书要几张 还有就是说 联署书的格式要什么 其实这个部分 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些 比较细致的讨论 这的确就是 在台湾不是没有先例 而且事实上 现有的制度都已经 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 你要选举 一定要一定的人数 才能够当选 一定的票数才能当选 所以 你要求你有 基本的这些支持者 这是也不是说 有一定很多人 但是他可以用 前一年的这个 投票数 或当选数的最低 大概百分之十二十 或是更低的这个比例 来算那个联署人数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东西 你都打不到 你要再得到更多的票 那个是有难度 但是你也不能太高 要不然你连被看到的 机会都没有 所以他大概能够去 汇集一些最基本的支持者 或是汇集一些 最初的社会沟通 因为你要去说服别人的联署 你就必须要跟大家 去介绍你的理念 这反而是可以把这个 选举的这个深度 或者是他的品质 可能也许会更好 而不是只是一种单面向的宣传 对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解方 就是说 不是你花钱 反而我花钱看板 就满天过海 对那有时候 像我们面对到一些 身边青码好 或是在以前的我 可能学生时期 我就觉得 反正选举到了我就去投 我就去参与这个活动 那我可能就会凭印象 可能看到比较多的 我就投下去 对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也很想要讨论的是 公费选举这件事 其实这在蛮多的国家 他在处理这个公平参选 这件事情 也在做这件事情 那他还可以 甚至是可以限制 就是我们的参选经费过高了 这件事 因为你申请国家的钱 那你就必须在这个 有限的预算里面 去做花费 那也不会造成 所谓真正的浮烂选举 你这边谈到 所谓的申请国家的钱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当参选 然后政府给你一笔权出来选 是 对 然后在一定的费用里面 就是拿了这笔钱 在一定的费用 对 但是这个会不会 也不会 这个不会造成所谓的贫者 越贫富者越负的状况吗 对 这个就需要讨论 因为其实在有的国家 比如说像是 美国或日本 他们可能申请公费选举 但有些人就没有申请 他还是会造成 没有申请公费选举的人 他还是 有花比较多的费用 这样子 对 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是可以做的还有是公共看板 对 因为像日本就有非常明确的限定 对 日本你会看到这个街上 然后公共每个人都在上面 是 那台湾就是没有 感觉有点无聊 但是他其实是每一种成绩 是政府出钱让你公平 然后街上也不会乱 对 对 你对于市容或者是 你不管是任何的政党 大政党小政党 你的补助感哪多少 你至少都是有一个公平参选的机制 对 那法国甚至他还会对于媒体 就是媒体的曝光 有些国家会有公费选举 公费的媒体 例如说他们公共媒体 他必须要拨出一定的比例的时间 让大家来去宣传他的理念 我们在台湾也有啦 总统选举的时候 或是在立法院 不分区的部分 他可能也有这一种 就是政党时段的广告 他其实也是会有 但是对于小党 可能他就没有办法 或者是说个别的参选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但是这是一个 也是在台湾已经有的制度 就是某种的公费的媒体的 这种所谓的选举 就是帮你去给你时段 然后让你不用买广告 你就可以去宣传你资金 你的意思是说 保证金是一个取消 或者是改变是一个消极的 可他应该有更积极的方法 怎么去鼓励那些穷人 或是比较资金不足的人 或者知名度不足 但是有理想有意愿 然后有能力的人来参政 周律师的看法 对 我觉得在设计 这些选举制度的时候 他有两个东西听起来会矛盾 就是第一个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希望 不要随便的去限制一个人 去投票或者是出来参选 可是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反而会希望在 整个竞选的过程里面 国家去做很多游戏规则 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在宪法上 听起来很矛盾 可是其实我觉得在宪法上不冲突 因为我们宪法的129条说 我们的选举要用平等的方式进行 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其实选举平等这件事 应该就可以去解释到说 为什么我们要去规范 每个人在竞选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竞选经费的限制 竞选时段的限制 或者是竞选方式的限制 我们的选拔法其实在这边的规定 是很细致的 例如说我如果是总统选举的话 正式开始起跑 你只能从那个投票之前 开始断四周 所以如果在这之前 你就开始讲说 请投我一票 这个是要被处罢的 对 那或者是我的一天 我什么时候可以有宣传行为 就是说10点之前 对 然后以前好像还规范到说 一个人只能有几台宣传车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其实 你如果 我没有再搭配一些其他制度 其实他也很难落实 因为我们看到的状况可能是什么 就是 我是只有这几台宣传车 可是 就有很支持我的人 他自己花钱 帮我做 所以为什么 什么后援会 都会来支持 来斗内赞助 什么XX之友 那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你去讨论公费选举 它本身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选举 我们反而在追求一个 有点形式的平等 就是 就是不论你今天有钱没钱 或者是性别是什么 反正我都给你一样多的经费 跟一样多的时间 跟空间 那大家就是用同样平等的方式 去参与各种的选举 我会觉得这个做法 其实比较能够让整个选举 在多元性上是好的 就为什么 我们回到头来一个问题 说我们为什么当年在制度设计 想要把中选会设计成独立行政机关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 这个制度不要每次设计完之后搞的都是 就是对现在的执政者就是有利啊 我们其实某程度是希望说 要能够让挑战者 比较有机会进来颠覆这个体制 你不要觉得说 你是要争取连任的人 你其实要连任你就很超有优势 然后别人就是要 就是要来度过重重难关才可以打倒你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是一个 对那个民主政治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蛮必要的行为 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国家给参选者 有客观条件上面的 某种的平等性的支持 比如说我就给你几把枪 给你多少把子弹 然后在这个范围当中 然后限制你的范围 那当然你可以有自己自备武器 可是自备武器 可能有一定的这种范围的限制 你的数量是多少 所以这个可以去限制某种的 比较资本优厚或是实力比较强的人 他会做某种限制 就是说有点像在产业规范当中 一种所谓的 所谓的不对等的原则 就是我会去某些的这种 锡纸的地方我对压制就会比较多 那他是考虑的是一种公平性 可是另外一部分 对那些可能比较新进的 或是相对之下资源比较少的是 我提供你们一定的资源 让你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 对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大概在这几年 做比较法研究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 就是在美国好像2012年的时候 他们最高法院有一个判决 就说 因为美国法律其实也规定 就是捐款人只能够捐多少钱 结果后来被最高法院认为说 这个是侵害了捐款人的言论自由 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支持的表征 所以现在美国的竞选经费管制变得很少 那在美国有些学者 就是那时候我念书的时候 几个老师就认为说 这其实就某程度的会颠覆 美国本来的一个选举的状况 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可是他喜欢的人就当选 他就觉得没差 可是我们用那个比较老外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情就会觉得 他确实是对美国的整个选举方式 跟选举文化有一些冲击 就是这个金钱的游戏 不是只有在当选之后才出现 而是在当选之前在选举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 刚刚有谈到宪法 就是从宪法的平等权 所谓的参政权的角度来看 这个难道没有违宪吗 然后事实上从1996年 我如果没有记住 也许是施济清他们出来选总统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提出 陆陆续续都有提过相关的四线案 看起来好像都不了了之 你们会再提四线案吗 或者是为什么这些四线案 都看起来是不了了之 我们六月底的时候送了 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之前 就已经陆陆续续的有人 去做选举保证金的挑战 例如说现代的立委范云老师 但是他的案子其实在 今年大概三四月的时候 就已经被不受理了 不受理 然后通常不受理 不会跟你讲太多理由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也有很零星 就一个台大法律系毕业 然后去年考上律师的 现在不能叫他学生了 就是一位准律师 那他2018的时候也是 在桃园说要选议员 然后没有缴保证金被驳回 那他大概跟范云老师 被驳回 被不受理的时间一样 然后所以他五月又送了一次 结果上上礼拜又被不受理 在七月中的时候 那我们就觉得可能 大法官不知道是 我们就是 就是提的论点不太够有力 还是说他没有那么喜欢这个命题 因为从过去刚刚 那个管老师讲到就是 施济欣老师案子是最有名的 就是那个468号解释 因为他当时就在挑战 我今天做公民联署 为什么还要缴100万保证金 然后公民联署本身 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 其实大法官花蛮多篇幅去 解释那个公民联署的合理性 那大家其实最不能接受的是 大法官觉得100万的保证金OK啊 反正你都要选总统了 怎么可能不花钱 所以我觉得 我单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宪法写的东西蛮简单的 但是我一直觉得 当年的写这部宪法的人 他其实对参政权非常在意 我们的宪法是 在第17条有写参政权嘛 然后呢 那个第7条写的是说 政党要平等嘛 那还有一个是第12章 12章就是在做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系统规范 你会看到的是 写宪法的人 自宪者 他其实很重视选举跟罢免 因为创制复决 他就只讲一句话 他说创制复决制度 另以法律定制 意思就是说 那个立法者要怎么去形成 公民投票 我们都尊重啦 所以我们公投法才会那么晚才出来嘛 可是我们的选举罢免 其实就 他花了很多篇幅去讲说 你就是要什么公开竞选啊 选举如果有纠纷 就是要法院来裁判啊 然后呢 要有那个女性的保障名额嘛 其实我们 我觉得 以 1940年代来讲 这部宪法在参政权的面向是 非常非常进步的 毕竟 你在 1940年的时候 全世界可能超过一半的国家的女性 是没有投票权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当时他们就是希望说 你如果能够去参与选举 你就尽量去 但我觉得在整个历史的过程 这个东西就某程度的被遗忘 然后我们也某程度的也习惯 就是说 不要参与政治好像是一个原则 因为参与就很容易被骂嘛 这样子 或者是被人家讲说 你就是另有图谋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做下来 讨论参政权 我觉得可能要先有一个除媚 就是说 我们真的要相信有些人啊 他出来选举 他就真的就是想要去做些什么 而不是说 我出来选举 其实到最后我想要换到一些名字 不是每个人都要来捞一票 对啊 但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 就是 有点某程度根深蒂固在大家的心里面 就是每个人心里 还是住着一个小警钟 然后各种的怀疑 不过这也是长期以来 累积的一种政治文化 这也是蛮调诡的 就是 政治要处理公共事务 但是因为 这样子的精权方式 大家都觉得 就是 不要去拆账地 都太阁了 政治水很深 对 那导致就是大家对政治 其实也不谈不失望 那也造成了 原本就是把握 全市的这群人 就是继续一直不断的在复制 对 所以这也会导致真正有理想的人 他可能没有这些经济上面的支持 他就只能够去依附政党 或者是他可能就 远离这样一个政治的范畴跟可能性 是啊 而且像我们自己在上街扫街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也都被喂养习惯了 就是我们当然想要很诚恳 让他知道其实我们是谁 我们为什么会想出来选 我们想要谈政策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其实不想听那么多 他就问你 有面子吗 有水吗 口罩 你怎么都没有散 如果我都有够的口罩面子 还是扇子 对 然后我们就要去跟他解释说 你知道一包面子多少钱 一个口罩多少钱 那为什么不想要印这些 背后有什么原因 那其实这就会变成 造成奇怪我们现在的政治竞争 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对 这是很吊诡的事情 我想补一个 就是说 我觉得 大家这些出来选的这些参选人 就是除了我们认为 国家应该要做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之外 其实大家对自己要有很多要求 说实在话 每个人都出来都讲说 他是新政治啊 可是 可是很多人 新政治过了几年之后 走上旧的老路 其实那是 没有 有时候新政治还没有过几年 他一开始就用新政治 来包装 对啊 这个真的 因为 我们其实现在真的谈很多事情 就是 就是我们当然会希望 要争取很多权利 可是 相较之下 当你想要成为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随之而来更多的 其实是责任 对 我们必须要多提醒自己 看到责任的这一块 嗯 OK 那也想要补充一个 就是说 像之前 如果管老师刚刚有提到 前面其实有很多的案例 那也提出法官实现 那也提出法官实现 不过前面有很多 因为行政资源的原因 他们其实没有能够就是继续打下去 对 那为什么小欧盟我们还是要继续打 就是我们认为 就是你这些案例越多 那前面累积的 因为时代背景也不一样嘛 对 所以我们就认为 我们必须要继续把这个打下去 所以我们六月底 其实跟律师讨论过后 我们就觉得 对还是要继续 对 那案例越多 我觉得我们出来 不是只有为我们小欧盟这一群人 就是后面的 有更多的伙伴想要继续打 加入我们 当然是乐见其成 OK 我想这是一个全民都需要关心的议题 因为 即使我们不出来选举 但是 这样的一个制度会影响到 我们选了谁 或是哪些人可以被我们选 这其实对我们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来接受我们 希望下次再跟我们提交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谢谢大家